本期为你解读的是一本人类学领域的经典,书名叫做《礼物的流动》,副标题是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。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种说法,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,关系社会,而想要托人情找关系,就免不了要送礼。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送过礼,也收过礼,从你生日时收到的礼物,到你朋友结婚时随得分子钱,这些都是你在参与送礼收礼的证明。 在人类学中,送礼收礼都叫做礼物交换,这种行为广泛存在于各种人类社会中,因为它是人们相互交往,交换资源的一种重要方式。 只是在中国,礼物交换的重要性似乎又上了一层,以至于有时候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成熟的标准,就是他能不能熟练掌握送礼的规矩,跟各种人打好交道。 虽然说送礼在中国非常重要,但是其中的规则却很少有人能说清楚,这种规则上的模棱两可,时不时就会让我们跌一个跟头。 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呢,很可能就是吐槽一下就泡在脑后了,但是本书的作者严云祥并不是这样。 他作为城里人,以前在农村生活的时候,遭遇的一大困惑就是,村民在春节拜访亲戚时,居然会用自家蒸的馒头作为礼物。 也正是因为这种困惑,作者对中国灵活有趣的送礼风俗一直都很感兴趣, 所以呢,当他在哈佛大学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,就把目光投向了当时还少有人涉足的中国礼物交换研究。 于是他就以黑龙江夏甲村为研究对象,从选题确立到本书完成历时八年的时间, 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北方村庄的礼物交换体系。 虽然夏甲村的情况肯定是不能代表中国的整体状况, 但是很多共通的东西还是给中国人如何送礼,为什么送礼等问题,做出了令人满意的回答。 可以说,这本书是作者的成名之作。 1996年,当这本书的英文版在美国出版的时候, 专门研究中国的权威期刊《中国纪刊》就评价说, 这清楚地表明一个新的中国研究领军人物开始踏入该领域。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, 作者以文化人类学教授的身份, 担任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国研究中心主任。 好,介绍完这本书和作者的基本情况,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, 作者是怎么梳理出中国人的礼物交换体系的。 总的来说,书中内容可以分为三部分。 第一部分,人们是怎么送礼的。 第二部分,人们为什么要送礼。 第三部分,送礼的规则随时间发展有什么变化。 好,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的内容, 人们是怎么送礼的。 我们在前面提到了, 即使是那些经常送礼的人, 也很难把送礼的规则讲清楚。 但是如果我们能把细节问题暂时搁置, 那所谓送礼的规则, 其实是可以拆分为两个问题。 什么时候要送礼, 以及送什么礼。 我们先来看这个什么时候要送礼的问题。 这个问题说的是什么呢? 其实是送礼的场合和目的。 我们仅从字面意思来看, 所谓礼物就是在特定礼场合送出的物品。 比如说同样的红包, 在过年的时候送出去就叫压岁钱, 在结婚的时候送出就叫分子钱。 中国人呢很清楚这一点,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将礼物简称为礼。 而一个人要是没能在特定场合送出礼物, 他会被人说成不懂事, 不懂礼。 因此, 要弄清楚送礼的规则, 把场合分类就很有必要。 那采用什么方法来分类呢? 很简单的分类方式就是, 分为正式场合和非正式场合。 用术语来说就是仪式化场合和非仪式化场合。 比如说结婚、葬礼就属于仪式化场合。 在这类场合中, 通常都会有邀请客人、 大白酒席和礼物记账等仪式。 而非仪式化的场合则是没有这些固定环节, 比如说亲戚日常串门走动, 通常就是比较随意的。 除了场合之外, 我们送礼时也有着不同的目的。 有时候我们送礼是为了表达感情, 那这时候的礼物就叫做是表达性的。 比如说你给好朋友送生日礼物, 并不是因为你有求于他, 而是因为你们之间感情很好。 而有时候呢, 我们送礼是为了一个功利的目的, 那么这时候的礼物就叫做工具性的。 比如说如果你考试不及格, 偷偷送礼给老师, 想让他高抬贵手放你一马。 不过严格来说, 其实所有的礼物都是兼具表达性和工具性, 只不过呢这个比例是有差异的。 根据刚才讨论的不同场合和目的, 我们就可以把送礼活动分成三大类。 首先是仪式性场合中的表达性送礼, 包含了生育庆典, 订婚, 结婚, 丧礼等仪式。 然后是非仪式性场合中的表达性送礼, 包括了亲戚间互相拜访, 拜新年, 交换食物等等。 最后就是工具性送礼, 比如我们都熟悉的左后门找关系。 解决了什么时候要送礼这个问题, 我们再来看送什么礼的问题。 对于很多在城市长大的人来说, 提到礼物, 他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一些精致昂贵的东西, 比如说首饰啦, 名牌包包啦。 但实际上礼物的种类可以说是五花八门, 从馒头到鸡蛋, 从衣服到毛毯, 从牛羊到现金都可以当作礼物。 只不过在有些特定场合, 人们会更倾向于送某一类礼物。 就以书中提到的下甲村为例, 如果说村里有人家生了孩子, 亲戚朋友来拜访看望时, 他们送的礼物通常都是一些有营养的食品, 比如说鸡蛋, 红糖。 另外呢, 毛毯和婴儿衣服也是常见的礼物。 不过, 随着物价上涨, 人们后来呢开始流行送一些现金。 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啊, 不管是营养品还是现金, 这些礼物呢, 一般都是由女性来负责送出的, 因为村民们认为, 刚生完孩子的母亲很虚弱, 如果有男人靠近, 母亲容易被男人的洋气所伤害, 影响奶水。 在讲了什么时候要送礼和送什么礼这两个问题之后, 我们对送礼规则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了。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, 中国的送礼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 在本书之前, 研究礼物交换的学者呢, 有一个共识, 那就是, 互惠原则几乎适用于所有人类社会的礼物交换。 什么是互惠原则呢? 简单来说就是, 你送我一块钱的礼物, 那我也要回赠你一块钱的礼物。 不过, 互惠原则也有不适用的时候, 有些情况下, 收礼的人是不需要回礼的。 比如说, 北美的一些印第安人部落里, 就流行一种叫夸妇宴的习俗, 夸奖的夸, 富裕的富, 宴席的宴。 举办夸妇宴的通常都是部落里有钱有势的首领, 他们在宴会上杀猪宰羊的同时, 还会给客人各种礼物, 比如金子, 牛羊。 只要客人无心与主人斗富, 那他们就不用给主人回礼。 这种情况下, 礼物交换就不是互惠的, 而是单向的流动。 在这种关系中, 跟收礼人相比, 送礼人一般在权利和名胜上更占优势, 所以礼物也就流向了较低的社会等级的人手中。 但是我们中国的情况与众不同, 送礼反而成为了声望的体现, 一个人能收到的礼物越多, 说明他越有地位。 也因此, 我们社会的礼物是向更高的社会等级集中的。 那这是为什么呢? 其实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, 一是家庭发展的周期, 二是社会等级的差异。 为什么家庭发展周期会导致单向送礼呢? 这主要是因为年轻夫妇在刚分完家之后, 为了建立自己的私人关系网络, 他们需要积极参与到礼物交换过程中。 但是由于他们早期并没有很多机会举办各种自己的仪式, 所以呢, 总体来看, 他们送出的礼物是远远多于收到的礼物的。 那这种情况也同样是出现在家庭发展的晚期阶段。 在子女分家后独自生活的老人, 他们不仅要偿还之前欠下的人情, 也很少有机会举办自己的仪式, 所以呢, 礼物会从这些老年家庭流向其他家庭。 当然了, 有时候年轻人为表孝心, 也会单向的送给老人礼物, 那老人收到的这种孝敬礼越多, 就越显得光荣。 不过, 造成单向送礼更主要的原因还是社会等级差异。 礼物往往是从无权无视的人向有权有势的人手里集中。 最常见的情况就是普通老百姓给领导办部们送礼。 比如说在夏甲村, 村民呢经常会抱怨, 水里带来的花销实在是太大了, 经济负担很重。 但是与此同时呢, 他们也会表示自己并不小气, 在水里的时候都很慷慨。 有趣的是, 大多数村民都表示自己送出的礼物要超过收到的礼物。 可是这多处的礼物都送到哪里去了呢? 村民的答案都很一致, 村干部。 村民们为了维持和村干部的关系都会参与水里, 但是村干部因为自己拥有的权利, 却不用担负回礼的义务。 当然了, 领导干部之间也存在着单向送礼, 比如说下级与上级, 平级同时之间。 一般来说呢, 平级同时之间会维持互惠的原则, 但是频繁的职务升迁就会打破这种平衡, 可能让之前的水里有去无回。 至于给上级领导的单向送礼, 那就更加普遍了。 有些干部经常会打着群众的名义给上级送礼, 声称这是为了感谢领导们对公共事务的辛苦付出。 此外, 上级如果有举办婚礼、庆生宴等仪式, 那下级干部呢也会随礼, 而且还不指望回礼。 还有一种情况是存在于农民和他们的城里人亲戚之间的。 中国由于城乡差距巨大, 农民和城里人打交道的时候常常是处于劣势, 农民呢有时会被城里的亲戚认为低人一等, 所以在送礼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得不到回礼的。 比如说夏甲村有一位村民曾经参加了三次城里侄子的仪式, 但是轮到他自己办婚礼的时候, 侄子却并没有出现, 一气之下他跟侄子断绝了往来。 可是为什么中国社会如此不同呢? 作者认为关键是他背后的特殊制度在起作用。 在主流的领悟研究中, 国家对于个人生活和地方经济的影响是有限的, 但是我们不一样。 1949年后的几十年时间里, 中国人都处在计划经济和国家再分配体制之下, 所需的资源和机会都是由干部群体来分配的。 在这种情况下, 干部的优越地位让他能够跳出互惠原则的道德束缚, 从而不必给地位更低的送礼者回礼。 甚至可以这么说, 当社会上层的权利足以垄断各种资源, 那下层送出的礼物就更像是义务性的贡品。 好, 以上就是为你讲述的第一个方面的内容, 人们是如何送礼的, 以及我们国家送礼的与众不同之处。 正是因为计划经济和国家再分配体制下的社会特点, 在中国, 权利和声望反而都属于收礼的人。 在了解了人们是如何送礼之后,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方面的内容, 人们为什么要送礼? 对我们很多人来说, 送礼的支出并不是一个小数目。 曾经有调查发现, 一些中国家庭用于送礼的花费能够占一年支出的两成, 有些人为了送礼甚至还会去借钱。 比如说, 书中就举了一位黄先生的例子, 黄先生家里经济条件不好, 有一年的正月, 他一次性收到了三家婚礼的请帖, 而这三家呢, 哪一个都不能忽视, 他自己手头紧, 只能向亲戚借钱, 才随上了三家的礼金。 既然送礼事实上已经变成负担了, 那我们为什么宁愿借钱也要参与到其中呢? 其实这里面既有道德的约束, 也有功利的目的, 而这正好对应着人情和关系这两个概念。 先来看人情这个概念, 中国人所说的人情不仅是指人的感情, 还表示一套社会规范和道德义务, 很多时候正是人情, 促使人们参与到礼物交换中的。 人们对送礼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, 在前面提到的互惠原则, 而互惠原则在具体实践中, 也发展出了许多具体的规则。 最基本也最明显的规则是, 互惠是普通人往来的基本要求, 这体现在双方都有义务长期的送礼, 收礼和回礼。 很多人在被问到为什么要随礼时, 他们会用礼尚往来四个字回答。 其实, 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礼尚往来, 已经和古人的理解不一样了。 古人所说的礼尚往来强调的是礼仪制度, 关心的是宏观的社会秩序。 但是到了现在呢, 我们普通人对宏大问题没那么感兴趣, 就把古人这一套转化成了送礼的具体规则, 强调人们之间的交往是通过礼物交换完成的。 接下来一条规则是, 现有的等级体系不能随便打破, 无论是家庭等级还是社会等级。 简单来说就是对什么人送什么礼, 一份过大或者过小的礼物都有可能会冒犯到收礼者和其他送礼者。 举一个书中的例子,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, 夏甲村里曾经有一个搬到城里的年轻人, 为了显示自己的大方, 在一个婚礼上他送了一份很大的红包。 参加婚礼的其他客人很不高兴, 因为对比之下, 他们自己的红包显得小了, 感觉丢了面子。 可是就连收红包的主人也不开心, 因为这份人情总是要还的, 而这对他来说是个负担。 最后呢, 这位年轻人的父母不得不出面道歉, 解释说自己的儿子还太年轻, 不懂礼。 此外, 还有一条规则被称为礼从往来, 就是要根据你们双方之间的交往来置办礼物。 比如说老张曾经接受过老王的帮助, 那老张在给老王随礼的时候, 就可能会提高礼物的价值, 而这又可能开启一段更亲近的关系。 最后一条规则是, 人们普遍认为, 回礼时应该稍微增加礼物的价值, 以避免回礼变成了还债。 当然了, 虽然我们总结出了这四条送礼的规则, 但我相信你总是能够列举出一些反例啊,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规则有问题, 而是要具体问题, 具体分析, 不要拘泥于这些规则。 正如夏甲村一位精通礼仪的老人所说的, 水里的本质是表达人情, 即使你不清楚所有规则也没问题, 只要依从人情就不会犯错。 如果说人情是促使人们送礼随礼的道德要求, 那关系这个概念就更多反映了送礼的功利目的。 对中国人来说, 送礼不仅是情感的表达, 更是一种有效的工具, 帮助自己建立维护各种关系。 很多人可能会看不上搞关系的做法, 但是在中国, 特别是传统中国, 关系能给人提供经济功能, 社会保障。 我们就以夏甲村为例, 来看一下这两种功能是如何在村民生活中发挥作用的。 先来看经济功能。 这一功能可以体现为求帮工和私人融资两种模式。 所谓求帮工, 其实就是在农忙时节, 一家人忙不过来的时候, 请亲朋好友来帮忙干活。 这种帮助虽然不用直接支付酬劳, 但是主人家花费也并不少, 因为它必须提供饭菜烟酒, 而且质量还要不断提高。 尽管如此, 村民们只要能从亲友处求得帮助, 就不会花钱雇外面的人, 因为这会让别人认为他在村里的关系几乎为零, 会被人笑话的。 除了求帮工, 关系还带有私人融资的功能。 由于政策规定, 村民的房产和土地都没有办法抵押, 所以他们几乎没有办法从银行贷款, 只能求助于私人关系。 下甲村村民将私人借款分成了借钱和台钱, 台是台高的台。 借钱是不收利息的, 而台钱是收利息的。 但不管是哪一种, 双方要达成交易, 都要依赖他们之前建立的关系, 因为这是他们之间信任的基础。 除了经济功能以外, 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提供社会保障。 历史上, 饥荒曾经是农村生活的一部分, 而广泛的私人关系网络有助于村民渡过难关。 比如在大跃进时期, 夏甲村经历了严重饥荒。 在这期间, 那些有着村外关系的村民饿死的比例, 要明显偏低。 有一位郭先生回忆说, 当时他跟妹妹都非常饥饿, 妹妹还多次昏倒过去, 使他嫁到别的村子的姐姐, 在危急时刻借给了他180斤粮食, 这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。 好, 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第二个方面的内容。 人们之所以要参与到礼物交换的过程中, 不仅出于人情这一道德要求, 还有出于建立关系的功利需求。 在前面的内容, 我们已经讲解了人们送礼的规则和独特之处, 但是必须要提醒你的是, 这些规则绝对不是死气沉沉一成不变的。 随着社会的变迁, 人们也在调整着送礼的规则和方式。 所以下面我要为你讲述的是第三方面的内容。 送礼的规则随时间发展有什么变化?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, 我们仍然是以下甲村为例, 选取最普遍也最具有代表性的礼物类型, 也就是彩礼和嫁妆来做一下研究。 由于村民普遍都会保存结婚时收到的礼物的清单, 作者得以考察了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期间, 彩礼和嫁妆内容的变化。 首先来看新郎家给新娘家的彩礼。 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, 彩礼的花费可以说增速非常快。 我们来看两组数字就能感受到。 据统计, 在50年代早期, 结婚所需的彩礼是200元, 而到了90年代, 这个数字就涨到了1万元。 即使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, 这增长速度也是非常惊人的。 当然了, 除了花费上的增长, 彩礼的内容也在变化。 一般来说, 彩礼可以分为现金和食物两部分。 在50年代, 彩礼所包含的只有定亲钱这一部分。 在理想情况下, 这份钱可以帮助新娘的父母给女儿准备嫁妆。 但是, 新娘父母拿着这份彩礼给儿子操办婚事的也不少见。 由于定亲钱是新郎家直接交给新娘父母的, 所以呢, 新娘父母通常倾向于所要较高的数额。 但是, 到了60年代后期, 由于彩礼被认为属于封建传统, 受到猛烈批评, 定亲钱的数额下降了。 但是很快, 两种新的现金礼物弥补了这个落差。 一个叫买东西钱, 这个不是给新娘父母的, 而是新郎家用这笔钱给新娘买些衣服, 鞋子等物品。 另一个叫装烟钱。 由于新娘在婚礼上, 有一个给新郎家的长辈装烟的仪式, 这笔钱呢, 算是直接给新娘的酬劳。 而到了七八十年代, 随着定亲钱, 买东西钱和装烟钱的不断上涨, 这三项礼金最终都被合并成了一项, 叫做甘蔗, 甘燥的甘, 折合的折, 意思就是折合了的彩礼钱。 值得注意的是, 这份甘蔗是直接给新娘本人的。 此外, 新郎家提供的食物彩礼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 起初, 新郎家是不需要提供食物礼物的, 那个时候呢, 也很少有普通人家能为儿子的婚事填制一些新家具。 但是到了六七十年代, 食物彩礼不仅出现了, 而且的种类越来越多, 不仅包括床上用品、家具, 还有所谓的四大件, 也就是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和收音机。 等到了八十年代呢, 这份礼单又增加了电视机、洗衣机等物品。 这时候, 很多物品其实已经超出了新婚夫妇的实际需求, 所以到了九十年代, 这些食物彩礼都转化为了甘蔗, 最终都以现金的形式体现出来。 总之, 在四十年间, 彩礼的内容经历了一个轮回, 从只有定金前扩展到六种现金礼和食物礼, 在最后回到单一的现金礼甘蔗。 说完了彩礼, 我们再来看一下嫁妆。 跟彩礼相比, 对嫁妆变化的研究相对比较困难, 因为彩礼通常都会有公认的标准, 而嫁妆则是更多的由新娘父母根据自家条件状况来定的。 不过总体来说, 自1950年以来, 每个家庭的嫁妆支出也是在不断增多的。 我们前面提到了, 很多新娘的父母会把收到的彩礼留下来, 拿出大部分去给儿子操办婚礼, 可能只拿出大约一成当作女儿的嫁妆。 这种嫁妆本质上是彩礼的转移, 所以叫做间接嫁妆。 而到了六七十年代, 嫁妆占彩礼的比例已经开始大幅上涨了。 有一些父母开始把彩礼全部都给了女儿当作嫁妆。 在后来的八十年代, 有些富裕家庭已经在彩礼之外, 额外再多给女儿一些陪送, 比如说彩电、冰箱等。 这些超出彩礼的嫁妆就已经是直接嫁妆了。 直接嫁妆出现的时间跟甘蔗几乎是同时, 这背后其实反映了一个整体的社会趋势, 那就是在婚姻这件事情上, 父母的控制权越来越减弱, 而新人的自主权在不断地提高。 新娘和新郎掌握了绝大部分的婚姻开支, 有些新郎甚至会怂恿新娘向自己家索要更高的彩礼, 因为新娘拿到手的彩礼很快就会变成他们小家庭的共同财产, 而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, 人们对夫妻小家庭的重视超过了对大家族的重视。 好,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第三方面的内容, 送礼的规则随时间发展有什么变化? 通过对彩礼和嫁妆变化的考察, 我们可以看出父母权威的衰落和个人的崛起。 到这里, 礼物的流动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就为你讲述完了。 由于本书有近19万字, 很多内容没有办法一一陈述, 但最精彩和引人深思的部分, 相信你已经从三个方面基本掌握了。 最后我们再来简单回顾一下。 第一部分讲的是人们怎样送礼? 中国社会里的礼物交换又有什么特殊之处? 因为计划经济和国家再分配体制下的社会特点, 在中国, 权力和声望反而都属于收礼的人。 第二部分主要解释了人们为什么要送礼? 人们之所以要参与到礼物交换的过程中, 不仅出于人情这一道德要求, 还有出于建立关系的功利需求。 第三部分主要以彩礼和嫁妆为观察对象, 展示了送礼规则如何随时间发展而变化, 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农村父母权威的衰落和个人的崛起。 当我们在每一位学者的研究能力时, 经常会用到一个词叫建威之助, 可以说本书的作者确实做到了这一点。 送礼这个行为几乎存在于所有的人类社会中, 不论是非洲的游牧部落还是亚洲的文明古国, 但可能是因为我们对礼物太习以为常了, 反而会忽略了这里面复杂而丰富的内涵。 而这个内涵呢, 作者看到了, 他把礼物当成衬手的工具, 以简单易懂的方式, 把一个中国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等级结构绘制了出来, 让我们这些读者能够以一个第三者的角度, 重新审视人情、关系、送礼等已经习以为常的概念。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经在他的名作《乡土中国》里提出 理俗社会和法理社会的概念。 法理社会有明确公开的行为准则, 依靠国家权力来推行。 而理俗社会的行为准则呢, 更多的是不明确的经验和惯例, 寄希望于靠传统来推行。 但也正因为如此, 理俗社会在快速变化的时代是无法存在的。 从这个角度来看, 礼物的流动一书算是理俗社会这个概念的延续和扩展。 送礼这种礼俗在经济快速发展, 传统逐渐示威的当下,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 当送礼的功利性作用逐渐被健全的社会体系所替代, 当送礼的复杂和含混不明, 阻碍了人们对效率的追求, 或许在将来, 礼物会卸下身上的重担, 单纯地成为情感的载体。